我早上 禮拜六早上去鎮鳩 我下午就去打球 他就覺得很有笑 現在開始的是 國際讓分賽的敗部 由新加坡代表的選手 Yuki No 對上我們的澳門來的Ken 突然發現兩個都不台灣 這澳門嗎 對啊 澳門 我一直以為他是香港 不是不是 澳門的李啟恆 李啟恆這個 台大場算是他的主場地 因為他本身就是 現在在台大的博士班 新加坡的選手Yuki No 今年也是22還是23歲 然後他本身是新加坡跟日本的混血 所以他的推拍動作非常有日本風味 一開始比賽就火藥味十足 感覺Ken有一點卯足的全境 然後力氣太大 他還在習慣起來 對 他還在過度的用力的狀態下 論體力來說的話 因為剛剛Yuki No已經先打了 兩位選手都已經先打了一回合了 但是對手都是實力有稍微落差 但是對手都是實力有稍微落差 這一場算是實力比較近了 起仁看起來比較緊繃一點 對 所以他的跑位比較近 好 我們這一場一起加入獎評的是 張世民 何馬 你好 張何馬 剛剛有講到起仁其實在這場比賽 他應該是說比賽來講 他整個身體都會比較緊繃 他打起來就會比較 卡一點 對 他剛剛的那個移動已經 就是慢了一拍 哇 他有刻意要放鬆 可是好像又放太衝了 所以這一球打得就有點大 不過 李啟恆好像一直都不是一個 比賽型的選手 覺得 他平常練球啊 跟我們打球很猛 但是一比賽的時候 很容易太過度緊繃 他只有對我的時候 他是很厲害的 苦主現成 對 我每次在他腳下 都是走不到幾招 同樣B組的那個 苦主 剛剛站前的時候 就已經有稍微分析了一下兩位選手 新加坡的Yuki呢 他真的算是那個小球非常犀利 他的切球很多 大家可以看他的拍面幾球 運用切的 手腕的那個成熟度非常高 但是我們的CAN 其實他是一個移動性很快的選手 所以他賽前他剛剛是說 他盡量放腳球我都救得到 其實口氣很大啦 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 很受惑啊 而且大部分的球都是自己打科技 對 他還是太緊了 剛剛有試圖一渡過想要放手 好球 對了 現在機會來 好球 啊 剛剛最後 揮拍收尾的時候 似乎打到了 打到的臉 打到了Yuki呢 打到的臉 現在是商庭的時間嗎 我看一下選手有沒有商庭 裁判也確認了一下 輕輕揮道一下 應該是商庭 糟糕了 CAN要怎麼賠償人家 而且人家爸爸現在Jazz就在後面 打我女兒 出來玩蛋 出來就玩蛋 應該有算 這一班有算 Yuki的爸爸是這次隨隊過來的教練Jazz 因為前一晚 第一天的飛機 就是身體上有點不適 所以又飛回了新加坡 然後今天早上才又趕到 然後Yuki的哥哥相信大家可能也會有一點印象 叫Pochiro 之前來台灣的跟我們的友誼賽 最強的第一點的男生 很帥氣的那一位 大家可以回去Google一下台灣Squatch的影片 哇 這一球P了 現在兩位選手有八分的差距 好像剛剛 Kevin打了對方一下之後 回來 對 對 有回來的感覺 既然藉由這種陰險的招數有沒有 Pen好像一下子鬆開了耶 嗨 哇 他看著他的Shabana代言拍 I rack it 什麼 沒有讓我變成Shabana 沒有讓我變成Shabana 好 機會來了 現在是消耗戰啦 現在是消耗戰啦 嗨 這一球裁判判的LAD 亂流 Pen還在亂流中 他平常對你應該不是這樣喔 對 很準的 而且很會跑 現在打起來感覺上卡卡的 現在打起來感覺上卡卡的 哇 剛剛那球有點髒啊 對 幸運之神還在試 有點捐不到Ken Ken要把握住啊 到了後場之後直接NIC 哇 好貼 哇 劈腿 哇 繼續 好貼 好貼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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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一球其實剛剛第一時間 Ken 是有打下去 但是 我看得出來Ken 是有收手啦 對 因為他真的不敢用力打 所以他 揮完之後他舉手示意是 希望可以暫停 那現在裁判也進去確認了 裁判大概是認為說他已經會拍了 對他已經會拍了 所以這其實是有一點吃虧的 對 但是第一時間是有影響到他揮拍的強度是沒錯 我去看一下他 進去 我去看一下他 看到五彎買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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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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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去 per我 來吧 -7 number 1 -7 Stella 3 -7 1 -7 1 -6 1 -1 哇 好球哦 -7 1 現在-5 %1 突然間Ken 氣勢長紅 所以剛剛那個是他的戰性之一啊 耶 可能喔 來了 Yuki 的招牌 一個 counter drop 再來 Ken 用他的快腳 哇 放到你失誤為止 OK Yuki 幹嘛 Yuki 認為剛剛 Ken 前面的那一球 其實是有兩次的嫌疑 但是裁判目前是OK的 裁判目前也是新加坡籍的 是自己人啊 所以 Yuki 應該有受到一點點影響 要趕快穩定下來 喔 這一球 有點危險 又來了 又來了 喔 Yuki 很快回復 回復 回復情況 喔 剛剛 Yuki 的爸爸現在坐在外面了 很認真的在看你們的比賽 教練就在外頭 喔 Ken 直接切入 對 他慢慢揮入他的快速切入的一個 迅速的一個動作 喔 那讓大家最頭痛的那種 移動力 對 而且常常突然間 打進去了 沒錯 而且還常常讓他截到 Ken 真的不是打糗點 對 他是打速度 打移動速度 他的腳比他的手厲害 對 對 所以他的雙腳特別弄了護套 哈哈哈 保護他的雙腳 啊 這一球真的出去了 太可惜了 現在每一分都很重要 好球啊 非常深的直線 沒有碰到側牆 對 Yuki 猶豫了一下 沒有在第一時間把他截掉 對 這一球又是用力過頭了 好球 喔 後場很深 被迫只能放一個小球 再一個就到了 又有 好球 繼續救 Pen 滿常跑 Pen 滿常跑 Pen 滿常跑 唉呀 這一球給了一個NO LAT 應該是Nick 跳了 所以裁判就給個NO LAT 好球 出來了 因為剛好是Nick 是裁判的說法是那個球的弱點太好 但是我個人看我 因為我是從正拍的後場 所以其實只能看屁股 我只有看到那個球剛好Nick 對 但是我個人認為他是有彈起來一點的 是有機會可以救得到 對 但是 畢竟裁判判了 對 還是以他為主 對 因為裁判是站在中間的角度看 對 有時候角度不一樣看到的結果 會 對 他會完全變大 而且畢竟我們不是站在反拍的那個 邊界看的 加油加油 現在5比0 等於是讓5分開始 比賽現在才開始的感覺 哇 吃力了 6比0了 Ken要Hold住 Ken Hold住的話 這場對他就比較不利 沒錯 剛剛一陣亂流 我看到Ken的膝蓋已經開始有一點剩血了 他拼命的救美球 非常輕耶 1比7現在有6分的差距 而且隨著Yukino 越來越接近11分了 一個拼命殺拼命救的 概念 看是你比較會救 還是我殺的比較重 殺的比較久一點 純一點 不過目前來講 Yuki還是站在上風 對 不管是分數上 還是剛剛的站位 對 還有氣勢上 對 好球 慢慢慢 太激了 對 太激了 對 剛剛那一球結真的太激了 所以造成他回滑球的 又給對手的一個機會 9比2 9比2 所以有時候 人在裡面 那一種壓力是愛 不是我們在外面可以想像 沒錯 好球 慢 對了 看這一次等了 喔 又有一點快喔 好球 慢 對了 看這一次等了 喔 又有一點快喔 所以他根本沒有做任何的進攻 進攻 完全沒有任何一球進攻球 可能是他覺得他自己的球點不準 所以他就 反手為攻 哇又來了 很對手的失誤 對 因為剛開始 手帶隊打的時候 其實已經 覺得他自己的球感不在 所以他可能踩的都是 往後打去 以手勢來代替他的攻擊 喔 這一球裁判給了一個LAD 現在還是一個球裁判 看著來期待是一個球裁判 公園 四處 對 對 PEN在抗一 PEN的意思是 他已經 對手有撞到他的肩 對 他在跑進去的過程中撞到肩膀 裁判的意思是 他必須要 切入之後就應該要擊球了 而不是切入之後停下來 想要一個 是 最後是 十一比 自由 新加坡的Yukino獲勝 辛苦我們的CEN了 等下讓他幾日子